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学现场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构思 就是我们希望在设计领域 在科技领域 在艺术创作领域里的学生 在学校里面不是只是学习到 怎么样操作技术的问题 而是能够把人文知识 对于人的关怀实践在自己的创作当中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 教学上面有一个像我们画面上看到这样一个构想 我们希望人文知识 我们希望有技术 科技技术的部分 这样一个构思 我们落实在两次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 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研究 我们是着重在如何让学生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去反思到底自己是怎么样思考的 自己的知识 怎么样应用在科技创作里面 那在这一期的这个教学实践研究里面呢 我们着重的则是在 创作 学生呢 怎么样在人文知识当中 去找到一个好的创作的起点 那所以基本上是两个 相辅相成的一个构思这样子 那我们在教学现场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通常是这样子 我们在课程里面呢 会指派给学生进行原点的阅读 那这些原点呢 通常都是英文的 那学生们在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通常有一个状况就是 他觉得阅读似乎比较不像是设计那样 是一种技术问题 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这一件事呢 看得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需要时间 那导致最后同学们在阅读上面 花费的时间呢不足 那最严重的 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学生发现隔天要报告了 然后前一天呢 把所有该阅读的东西呢 丢到Google翻译上面 当然现在有AI 可能AI翻译的又更好 透过这些翻译的APP呢 来做翻译 翻译完之后呢 就拿着翻译稿 然后隔天上台来做报告 而这完全就不是 有所谓的真正的阅读 跟理解在里面 那这件事情 我们在 从我回来台湾 一开始就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 那我们感觉到 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它不是只是 学生是否完成了作业 而是 我们看到的学生 对于人文知识的冷漠 这样的一件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 跟我们在以前念书 或在国外的经验 或在国外看到的学生是 完全截然不同的状况 我认为 这很大的一个部分呢 是整个 学校文化 或者是 整个社会文化 造成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有的 讨论 关于创作 关于设计的讨论 都被放在 所谓的技术层次上 而没有人去 做真正很深刻的 关于人性 关于文化 关于社会 这样的一个探讨 所以导致学生 对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是没有动机的 对阅读来说 是没有动机的 好 那在我们前面的教学现场 我们看到学生 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做阅读的状况底下 就会 学生上台发表的时候 也就只是 很模糊的 在谈论这些 他们Google翻译出来的文字 那导致台上台下的互动 也非常的不好 那这样也导致 因为没有很好的阅读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真正创作的议题 跟他们所 研讨过的 这些人文的知识 之间是有 很强烈的一个断层存在 那这我们总结几个 我们在这个 教学现场里面 关于人文知识 尤其是关于原点的阅读 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当然当中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英文的问题 关于语言的问题 那可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自己 也克服过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相信 当阅读的动机 是充分的时候 即便学生的英文程度 不足或者是怎么样 他都应该会有一个动机 想要去理解 那在有想要去理解的状况之下 即便学生阅读的理解 是错误的 也总比他是用Google翻译 或者是用什么样 这样子来应付作业的心态 来得更好 那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个教学实践研究里面 我们的一个 想要改变的方式 是这个样子 我们会教学生怎么阅读 就是通常同学们 遇到最大的状况 不是语言上的问题 而是不知道 写作是怎么一回事 这跟我们的高等 就是中学教育呢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中学教育的 在写作上面 不是那么的 就从百分比来说 不像国外这么高 那所以在欠缺写作的经验之下 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 也很难去理解说 这个里面 所阅读的对象 实际上是一个写作的文章 那只要是写作 背后必然有作者的 某一些构思 有一些主题 有一些想要探讨的问题 是被作者呢 用这些文字 把它给铺陈 或是给架构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先 让学生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样 进行所谓的 我们这边称为主题式的阅读 在主题式的阅读里面呢 我们会告诉同学说 你应该用问题去看文章 你应该想办法去知道 或者是去 这个设身处地到作者的 本位里面去理解 他到底想要探讨什么问题 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你才能够知道文章到底在 回应什么样子的 的一个理念 那从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才有办法来谈说 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唤醒 学生阅读的动机 是吧 就是我先知道 到底这个文章的目的 在什么地方 他想要回答什么问题 而当我阅读者 能够有同样的问题意识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 有那个阅读的动机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步 会在课程里面 教导学生们的主题式阅读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课程上面呢 我们就带着同学们来 共同研讨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是原文的 然后是我们选过 然后有深度的 然后也是符合同学们 关于时事业 或关于他们设计 或者是创作的主题 有相关的 那再来呢 我们让学生们 有了这样的一次的阅读经验之后呢 我们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的篇章 那当然我们提供了一个清单 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去哪里找文章 或者找不到好的文章的时候 可以从清单上面来练习 来选择 那我们相较于以前 就是说 让同学们阅读 阅读完之后来课程上发表 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是我们让学生不断的反复 录制各种不同阶段的报告 那第一个阶段呢 是他先就 这个文章的架构 或文章的介绍 作者 背景脉络等等呢 来做一次简报 那我们不让学生在课程上面来发表 而是录制成影片 然后另外呢 在影片录制完之后 我们就会让同学们 可以互相彼此观摩 那观摩完之后呢 学生必须从自己的文章出发 来找到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呢 是对应到他所阅读的文章的 以这个议题 他可以以个人的形式 或者是以其他同学 共同的形式 来做一次Podcast 那就回应到我们前面主题 是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学生必须很清楚的认识到 到底这个文章要回应到什么问题 然后从自己去重新描述这个问题 来做一场这个简易的talk 那这样子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他最后从阅读当中 能够获得某一些概念 而不是只是文章上面的文字而已 那以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认为才是比较好 真正对于设计师或创作者来说 在创作上的一个应用的基础 那所以我们有几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品质是希望做到 第一个是就是体会文字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资讯上的理解 而是能够体会到作者 关于问题的 那种切身的 或者是急迫的 想要回答这样的一种心态 然后理解到所有的知识 是怎么样跟自身经验连结在一起的 然后呢 能够以作者的视角 来进行这个议题的推论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反驳作者的意见 这也是完全可以 可是这个是基于已经理解 这个作者呢 他的用心为何之后 从一种比较高的层次 来做这样的一种议题的探讨 而不是只是从字面上 这个鸡蛋里挑骨头 这样子的一种 很肤浅的批判 那我们的Podcast 在这一次的教学时间研究里面呢 我们是以一种 老师来主导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曾经尝试过 让学生自己去进行Podcast 效果也不差 那但是呢 以用老师跟学生对话的方式 我们发现有一种 很好的教学关系 在这个里面被塑造出来 我们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这个是我们两个教学时间 这一次的教学时间研究呢 我们在两门课程里面做了尝试 那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呢 有一些小缺点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让学生自己来做Podcast 那发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有些学生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有些学生呢 的Podcast呢 容易偏向于肤浅 因为没有经验 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还是会难免看到 有学生的状况呢 是在应付老师交办的作业 所以没有很深刻的来进行探讨 那这一个问题呢 很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它的这个课程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这个课程呢 是英语授课的课程 它是一个国际学程里面的课程 所以很显然 这个问题跟这个英文阅读 它本身是英文的这样的因素无关 因为这个课程里面 基本上学生的英文素质是好的 那所以很显然跟语言 不是语言的问题 而是其他的关于理解 关于这个探讨 议题的探讨 关于动机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们进行的修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第二次的课程里面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改成以老师跟学生对话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podcast 然后呢 我们让学生反复的 来执行录制影片的过程 第一次我们刚刚说 以这个简报文章内容 第二次才进行podcast 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 来让同学不断的复习 同样的概念 那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成果展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最后是希望同学能够 在这个阅读当中 找到一个很好的议题点 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创作 那这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是一个比较以科技艺术 或者是互动设计 好的 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那主题呢 是representation of self 关于自我的重现 在科技当中的重现 那这个昂课里面 我们除了前面讲的 这个人文的探讨之外呢 也有科技的部分 我们也有教 在课程里面也有安排 实作技术的部分 那最后让同学们 把两个部分合并在一起 作为一次创作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同学们 最后完成的podcast 那这个都在这个线上 然后能够 不只是同学们的一个作品 不只是一个作品 它也是呢 我们透过课程 可以多多少少发挥一点 跟社会来传递一些资讯 这样的一个产出 那这个是我们认为 最后我们获得的一些 理解关于这样的一个做法 第一个是 很显然的是 这个阅读能力 跟语言能力呢 是两件事情 我们知道 单语言是理解 理解阅读的一个基础 可是 好的语言能力 并不保证 学生就会有好的 阅读的成效 那podcast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们刚刚是 透过老师跟学生 共同进行podcast来进行 在过程当中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识别 到底学生对于他的阅读 是否深入 或者是是否正确 那学生也会透过podcast的过程当中 意识到 自己的阅读呢 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也发现 所谓的podcast呢 不太 概念上 虽然是老师跟学生 共同来进行 那在 录制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并不是 像是 这个考试 不是像是在口试 委员考试 这样子来 测验学生 而是说 我们希望在podcast当中 把学生当成是一个专家 然后 有点像是我们老师 在做一个专家访谈的感觉 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让这一位专家 让这位同学 去理解到 到底他自己的 对于这个文章的理解 对于知识的这个专业呢 可以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自己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强烈的 的一个反省 只是我们发现在 podcast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老师跟学生 以一种翻转的 不一样的这个高度 来进行对话的 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以往呢 我们都是用评价的方式 来指的学生说 你这个阅读的 不正确 不够清晰 不够精准 怎样怎样 怎样等等 可是在podcast当中 我们因为把学生 当成是专家 我们希望从这位专家的身上 获得完整的知识 那学生自然而然 就必须在对话当中 表现出 他是一个专家的水平 那也因为他 对于自己有这样的 一个专家水平的要求 所以他更容易去反思到说 到底我 对于知识的理解 在哪些地方 是欠缺 是不足的 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所有的阅读 都不会是完美 那学生的阅读 当然也是一样 那可是在这样podcast的过程当中 重点是 学生能够反思到 关于知识 是什么一回事之外 也知道 关于自己的阅读 的深度 有哪一些 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那我们也发现 就是我们在 这个podcast的过程当中 能够 让学生在podcast前 他会 再很认真的去准备一次 他所阅读的文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以往 如果把文章丢给学生 去阅读来做报告 他就只是一次性的 应付这个作业 可是当我们呢 透过第一阶段的简报 第二阶段的podcast 这样不断的反复 去探讨同一个东西的时候 学生会 必须要不断的反复回去 重新阅读 然后重新阅读当中呢 去确认自己能否应付 老师现在 要跟他来进行做的 做的这些对谈等等 那这个里面呢 这个podcast的录制 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过程 老师们像 这个我们在录制podcast之前呢 也必须要把学生的 阅读的文章 读得很熟 我们才有办法 能够做一次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对谈 那我们也发现 学生当然还是有 不一样的一些状况 那参与度学生很高的 就是他能够 很清楚的意识到 老师现在来做podcast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他会为了 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做准备 那这个在过程中 我们就会很明确的 能够感受到 关于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区别 那我们也发现 有些学生呢 他是有动机要学习的 可是他的能力 可能在某些地方不够 比如说语言能力不够 比如说理解的能力不够等等 那在podcast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次教育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 用不同的文字 用比较灵活的思维方式 来让学生知道说 原来同样的一个议题 在阅读里面 可能他认为是很狭隘的 可是事实上 它是很大的一个概念 的一个隐喻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一次 透过这种一对一的教学 让学生理解到 什么是真正的灵活 就是灵活的理解一篇文章 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podcast里面 我们也发现有一些 老师们要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也犯了一些 一些这样的错误 就是不能够把答案告诉学生 就是我们的目的 还是是应该是让学生呢 来做这个思辨 而不是让老师在这边 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反省 在整个教学结果之后 得到了一些心得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 毕竟不是只是人文阅读 我们不是探讨理念 我们的目的呢 终究是让学生 能够在设计的实物上面 产生改变 那所以我们发现在 在学生创作完之后 让学生去做创作论述 就是撰写一篇 一个一页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小文章呢 是必要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论述呢 有助于学生认真的思考 到底整体整个课程结束 从一开始到结束过程当中 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 尤其是当学生最后 进行进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就陷到 就是技术的框架里面去 就忘记前面他们 探讨过这些 更深刻的人文议题 那所以呢 撰写这个创作论述呢 是必须的 那我们也反省了一下 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这个创作论述呢 实际上不一定是在 整个课程结束后来交报告 他实际上也有机会呢 可以是在学生进行创作 之前很快的 让他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有一个好处 是学生还有机会 可以在创作过程当中 重新做最后一次 就关于知识的反思 好那最后我们总结 我们整个研究计划的心得呢 是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当然老师要付出的时间很多 尤其是做Podcast 那我们这个文章呢 有开放让同学自己选读的部分 老师需要花费很多额外的时间来 挑选 就是来帮学生选这些文章 另一方面的老师也需要去 就学生选的这些文章 进行很深入的阅读 那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 实际上有人数的限制 包括在录制Podcast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对一的过程 那老师不可能 对50个同学 来做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实践 那所以 不过这个在设计或者是艺术领域里面 比较能够被解决 是因为在 本来在设计领域里面的 这样子的课程呢 师生比都是比较 老师人数呢 学生人数呢 都是比较少的 老师生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只是说 我们也应该来想想看 就是关于比较庞大的课程里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机会 可以来面对到 如果课程学生人数比较多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来进行 第二个呢 是这个所谓的师生关系 我们整个研究计划的主軸里面呢 所谓翻转这件事情 以前的翻转 我们就是会讲说 变成学生来上台做报告 学生来当专家 可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 你把学生丢到讲台上 他不一定会变成专家 重点呢 是我怎么样让学生 有这样专家的意识 对于专业有一个认同感 这件事才是 所谓的翻转当中很关键的 那在Podcast当中呢 我们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作为一个评论人 跟这个专家 来进行讨论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 把学生推到一个 比较严肃的 比较这个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去 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去凝聚他自己 这样的一个专业意识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翻转 是真正比较 真正有达到 所谓的翻转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话语权这件事情 也是在Podcast的 这样的一个 教学尝试当中 我们发现 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就是过往我们的设计学生呢 常常会欠缺一种自信 容易随波主流 这样说 可是实际上设计师是有话语权 我们因为我们从事创作 所以我们到底为何而创作 我们应该为什么来创作 这件事情是应该 要由设计师自己 把它讲清楚的 那所以呢 在Podcast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这也是训练学生 去培养他自己 能够去论述 去尊重自己的话语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学生们对于 别的同学做了Podcast 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呢 我们不需要让它在课程上面发生 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呢 在课后 尤其当这个Podcast的节目呢 被推播出去之后 实际上这样很多的效益呢 是可以在课后发生的 那这远比让台上 在课程里面让同学上台 拿着用Google翻译 翻译出来的文章 在那边很冷感的讲这些文章 然后台下同学睡成一片这样 相当于这样的情况来说 Podcast呢 是一个另类的 非常有效果的 的一个做法 然后最后大家一定会 就我自己在剪接这些Podcast的过程当中 的一个心得就是 因为我们平常也会接触到很多 由专业团队来录制的Podcast 这个品质呢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来 来相比 就是有很多的经验啊 跟技术等等的限制 那可是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太介意 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录制的品质的问题 在Podcast里面呢 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唤醒听众对于这个东西的兴趣 这样就够了 那尤其我们现在又是在一个教学的情境里面 那所以呢 重点呢 更应该是怎么样让学生 有一个动机去探讨一个严肃的 然后有深度的一个议题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教学时间研究计划的一些介绍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 拜拜